在本视频中,我们将解释The Mutation 这部电影讲述了一对夫妻疯狂的实验产生了一个吃人的故事突变大鼠 他们能杀死变异老鼠吗? 让我们在The Mutation中找出答案 突变首先展示了一位名叫彼得的科学家 他在他的私人实验室中 有人看到彼得在测试什么东西 而他身后是一个大而多毛的生物 被关在里面一个笼子 该生物实际上是一只老鼠 在成为研究对象后发生了变异由他 那天晚上,彼得回到家 有人看到他和妻子琳达聊天 琳达是当地一家医院的医生 两人正经交谈,脸上的表情都显得有些紧张 但随后,琳达接到了医院打来的紧急电话,急忙赶去 琳达离开后,彼得回到实验室 继续他几乎完成的研究 但是当他到达那里时 他惊讶地发现他关押着变种人的笼子老鼠是空的 生物也无处可寻 然后他拿起枪以防万一 变种老鼠随即从隐藏中出来 现在与他面对面 仍然认为这种生物只是一只实验性小老鼠的彼得尝试了让他平静下来 但是当然,他的努力是徒劳的 因为老鼠已经变异成凶猛恶毒的立即攻击并杀死他的生物 第二天,场景显示一位名叫艾伦的生物学家面临国内混乱 以他的妻子离开他父母的家而告终 艾伦无法阻止妻子离家出走 只能投降 之后,他和他的搭档朱莉去了彼得家 那里现在已经排成一排 警察县 艾伦和朱莉被警方直接指定为专家证人进行调查彼得的死案似乎很奇怪 警方随后邀请艾伦检查彼得的尸体 他的情况非常可悲 警方认为彼得是在被野生动物袭击后死亡的 但艾伦对此表示怀疑 因为在这方面从未发生过野生动物袭击的案例区域 尤其是房屋内的攻击 但是,他也不确定艾伦的死因和肇事者是谁 甚至警方也没有从彼得的妻子那里得到任何有意义的信息 因为他是发当晚在医院 看到琳达似乎在隐瞒什么的态度 艾伦有些疑惑他的 晚上,有人看到一名女艺人 独自走在一条相当黑暗的小巷里 起初,这个女人看起来很正常 因为他已经多次穿过胡同 可他突然听到身后传来一个奇怪的声音 当他转身的时候 他惊呆了当他看到一个巨大的毛茸茸的生物出现时 然后他试图逃跑 但这种生物移动速度很 请喜欢并订阅这个频道 请在下面的描述框中捐赠以提供您的支持 谢谢你 不快,可以立即伏击猎物 没有更多的麻烦 野兽立即杀死了那个女人 就像他对彼得所做的那样 与此同时 艾伦接到了琳达的电话 立即到他家来 因为有件重要的是他想谈 到了之后 琳达带他去了离家不远的彼得的私人实验室 向他展示了他丈夫去世前正在做的一项研究 艾伦很惊讶在彼得的研究中发现了如此多的油 他仍然不明白彼得为什么使用一种高放射性物质 这次他的研究很危险 琳达说他不确定他丈夫在做什么研究 因为彼得禁止他来他的私人实验室 据他所知 彼得正在进行研究以配置某些据说可以治愈慢性疾病 然后他透露 彼得经常用老鼠等小动物作为他的对象 研究 第二天 艾伦接到警方的消息 说上次发生了一起谋杀案晚上与彼得发生的事情相似 看到第二名遇难者尸体的照片 更加怀疑彼得正在进行的实验与案件间接相关最近发生的袭击和屠杀事件 然后他告诉警方关于彼得和他的研究 艾伦假设被用作彼得实验对象的老鼠发生了变异由于暴露在如此高的放射性下 变成了一个大而恶毒的生物 然而警方认为艾伦只是在编造 老鼠变异成大而恶毒的生物的理论听起来很牵强 警察认为这只有在科幻电影中才有可能 但艾伦仍然坚持要证明他的理论 最后艾伦和朱莉回到琳达家调查一些事情 他让朱莉在车里等着 他一个人进了琳达的家 他发现琳达的房子空无一人 因为他打电话告诉他他在警察局 可艾伦一进屋 就听到楼上有个声音 然后他拿起枪以防万一直奔顶层 到了楼上 他突然被一只毛茸茸的大型生物袭击了 他也袭击了彼得 他竭尽全力躲避猛兽的袭击 在众人的帮助下冲上去自救 朱莉叶 朱莉带艾伦去他家治疗他身上的伤口 没多久 几名警察来到艾伦家 他立即说出了什么事 发生在琳达家里 艾伦谈到了他认为是彼得变异的大型毛茸茸生物的出现鼠 老鼠变成了一个巨大而野蛮的生物 警方终于相信艾伦的动物变异理论越来越大恶毒 然而 仍然让艾伦和警察想知道的是 为什么变异老鼠会回到彼得的家 朱莉表达了他认为突变大鼠是彼得的实验大鼠和大鼠的观点 可能会认为彼得的房子是他的巢穴 这个理论是相当有道理的 然后场景切换到显示一个要求修理他的汽车的女人离开 兼坐机械师的车间老板说 车间已经关门了并让那个女人明天早上回来 但因为女人的坚持 机修工最终还是忍不住顺从了 要求机修工一个人在修理厂准备修理女人的车时 野蛮的变异鼠再次出现并攻击机械师致死 在维修店拥有汽车的女人并没有逃脱成为受害者并惨死 第二天 艾伦去找琳达 告诉朱莉关于彼得的突变老鼠的理论 可能会认为琳达的房子是他的巢穴 正因为如此 艾伦认为变异老鼠会早点或晚点回到琳达的家 之后 他打算诱补变异老鼠并杀死他 听到艾伦的计划 琳达同意帮助他 因为他想为死亡报仇他的丈夫 另一方面 朱莉似乎不赞成和担心艾伦 因为他的计划是相当危险 晚上 现场展示了餐厅里挤满了顾客的气氛 包括诺顿是调查彼得死亡案的警察之一 餐厅员工看起来忙于各自的职责 一名女员工看到后面的帘子盒上 发现有些奇怪门自行移动 即便如此 这并没有阻止他出去到垃圾 看到散落的垃圾 他便收拾起来 然而 让他惊讶的是 垃圾桶上方出现了一只便衣老鼠 立即伏击了他 他试图逃跑 并向厨房里的同事寻求帮助 但他的伴侣没有理会他的求助请求 因为他正在听响亮的音乐 耳机 很快 便衣老鼠杀死了餐厅员工 并开始恐吓顾客他们正在享受他们的晚餐 正巧和妻子在餐厅吃饭的诺顿试图阻止便衣署的暴力行为 但他的努力是徒劳的 他死了 在其他地方 艾伦和琳达正在准备他们在警察的帮助下 又补变异老鼠的计划中是钱伯斯 麦肯纳和朱莉 他们已经准备好各自的武器 琳达建议他们使用化学物质液体杀死生物 正如艾伦所预料的那样 变种鼠确实回到了琳达的家里 他们已经准备伏击他 然而 他们五人 根本不是变强的变异鼠的对手 暴露于放射性物质后很危险 变种老鼠可以轻松地捡起麦肯纳中士并将它击倒 朱莉和钱伯斯中士试图从野蛮的变种老鼠袭击中拯救自己 当艾伦准备帮助他的同事时 他被琳达拦截 他透露说他参加了彼得的研究 该研究导致老鼠实验突变为危险的野兽 他要求艾伦不要干涉 因为他打算单独杀死变异老鼠 与此同时 正要救朱莉的钱伯斯中士又受到了来自似乎对子弹免疫的突变老鼠 女警随后试图逃命 因为他无法与变种人战斗鼠 钱伯斯随后进入彼得的私人实验室并在笼子里避难 但防御并没有持续多久 变异鼠成功地将他的手臂拉过栅栏 并开始吞噬他 看到这一点的琳达 甚至离开了钱伯斯 夜晚已经变成了早晨 躲在房间里的朱莉无意中找到了彼得的研究档案 在发现研究文件中包含的惊人事实后 他看起来很惊讶 他拿着文件冲出房间 找到了昏迷不醒的艾伦 被变异鼠袭击 朱莉叫醒了他 给他看了他带来的文件 艾伦非常惊讶地发现 实验鼠竟然是琳达雄心勃勃的研究对象 之后 琳达去找艾伦和朱莉 并透露他很有野心 在他死于该病的母亲去世后 制造抗癌药物 他说这项研究的目的是 挽救许多人的生命 而彼得是愿意帮助 但他们的研究实际上 导致了实验对象的突变 所以他们尝试向外界隐藏变异老鼠 直到最后变异老鼠设法逃跑 并杀死了彼得和镇上的人 当警察审问时 艾伦也对琳达从一开始就不诚实感到愤怒他 导致许多生命被浪费 琳达因为他的研究失败而造成混乱 并杀死了许多人 对此感到非常抱歉 在他的遗憾中 他要求艾伦和朱莉离开 让自己独自杀死变异老鼠 然而 还活着的麦肯纳忠实随后将琳达打到昏倒 因为他很生他的气 因为他让他的战友死了 艾伦然后建议麦肯纳和朱莉 用化学液体杀死突变老鼠 在生物离开房子 并在城市中漫游之前 然后三人喷洒化学物质 而突变大鼠仍在吞噬他从彼得的实验室 带来的钱伯斯中是 琳达意识到了 让三人立即离开 而他会杀死单独的生物 艾伦、朱莉和麦肯纳设法逃出琳达的房子后 他们感到很惊讶 有一只巨大的突变老鼠的出现 显然是琳达和艾伦准备杀死变异老鼠的化学物质 实际上让他变异成一只巨大的变异鼠 艾伦和朱莉立即逃走 而麦肯纳则试图杀死他来碰碰运气 但很快 警长马上就被变异鼠给吞噬了 而当艾伦和朱莉被逼迫 差点成为他们的下一顿饭时 巨型变种人老鼠突然剧烈抽搐 身体爆炸 内脏爆炸和鲜血四溅 艾伦和朱莉随后设法活了下来 即使他们的身体受伤并被遮盖住巨大变异鼠爆炸的血液中 当他们两个从琳达的房子里走出来时 他们听到了另一个人的大声吼叫琳达家的生物 电影结束 谢谢你